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日本半导体在制造装备和材料方面,不少企业处于世界前列。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近日与海外主要半导体厂商负责人会谈,呼吁他们积极在日投资,与日企业开展合作。 作为日本首相的岸田文雄,此举似乎被视为打算促进与日企合作,并利用与海外高管的意见交流,制定未来加强半导体产业的措施。 据悉,本次会面目的是加强日本半导体产业竞争力,日本官方邀请台积电,英特尔,IBM,美光科技,应用材料,三星电子,比利时,IMEC等全球晶片公司高管前往日本,希望他们能扩大在日本设厂与合作。 日本政府方面,除岸田文雄外,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仁,内阁官房副长官穆元成斯也同步出席。 业界解读称,在地缘紧张气氛延续下,这次是台美日韩CHIP4联盟在日本会计的高峰会。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弈指出,半导体供应链的韧性无法由单一国家达成,和理念相近的国家携手合作极为重要。 此次出席会谈的半导体业大咖共7人,包括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,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,三星电子,半导体部门负责人庆贵贤,美光执行长梅罗塔,IBM资深副总裁兼研究主管吉尔,应用材料半导体产品事业群总裁拉甲,以及比利时半导体研究开发机构IMEC的,世界战略合作执行副总裁米尔·格利。 世界半导体大企业的首脑齐聚一堂举行类似会谈实属罕见,各企业就在日本的投资计划和业务拓展等展开说明,三星提及你在横滨新开设的尖端半导体器件的生产基地,比利时IMEC也公布首次在日本开设研究基地的计划。 对于台积电,其日本雄本厂预计2024年量产16奈米、12奈米和28奈米。 台积电在公布第一季度收益后表示,它预计在日本建设的新晶片制造厂将耗资约80亿美元,日本政府将帮助支付大约一半的费用。 日本已经批准了7740亿日元68亿美元的半导体投资资金,这表明台积电可能占起很大一部分。 台积电也对外证实,刘德因确实出席会谈,但公司并未透露细节与任何可能的合作方向。 外媒预期,数邀公司将介绍在日本的投资和事业发展计划。 日本为布局先进制程,持续招手台积电在日本扩建第二座厂。 一届认为,台积电若未来在日本扩建二厂,将投入7奈米以下先进制程生产,以支援日本当地车用、海外消费应用需求及日本伙伴和国际客户未来生产所需。 台积电日本雄本新厂正在建设中,主要锁定22奈米、28奈米,以及12奈米、16奈米等成熟特殊制程。 该厂因日本政府大力支持,资本支出从原定的约70亿美元提高至86亿美元。 产能也较最初目标月产4.5万片,提升至5.5万片。 预计2023年9月完工,2024年4月投产,并自同年12月起出货。 业界人士指出,这次与会的大咖当中,备受关注的是比利时半导体研究开发机构IMEC, 该机构为非盈利研究中心,前瞻研发技术超前业界三至十年,与世界各大半导体厂均有合作计划,也是台积电开放创新平台设计中心联盟重要伙伴。 此次受邀与会,反映日本持续布局先进制程的决心。 美国公司IBM和Google将共同提供1.5亿美元的资金支持,用于帮助美国和日本的机构进行量子运算研发。 量子运算是当今的热门研究领域,这种计算机可以解决传统计算机无法解决的问题, 比如药物分子相互作用模拟、电池技术在原子尺度的运作等。 IBM和Google的资金将提供给美国芝加哥大学、日本东京大学。 此举还会强化美日同盟关系。 IBM表示,将向这两所大学提供1亿美元,目标是在10年内建成一台量子超级计算机,包含多达10万个量子比特位。 该公司2022年11月,曾展示过一个433个量子比特的处理器。 Google方面表示,量子运算技术仍处在早期阶段,一台真正可用的量子计算机,最终将需要100万个量子比特。 此外,对运算的错误率也有很高的要求,能接受的值是百万分之一,而目前的错误率可能高达百分之一。 为了实现积极重振本土晶片产业这一目标,日本在积极引入海外头部半导体制造企业的同时,也在打造本土晶圆制造龙头。 在2022年8月,日本的晶圆代工企业Rapidus正式成立,由丰田、Sony、NTT、NEC、软银SoftBank、电装Denso、Nand Flash大厂凯霞Kyoxia、30UFJ等8家日企,共同出资设立。 出资额各为73亿日元,且日本政府也将提供700亿日元补助金,作为其研发预算。 目标是在五年后的2027年,开始量产2奈米先进制程晶片,仅比业界领先者台积电和三星晚两年。 Rapidus计划国产化的对象,会使用于自动驾驶、人工智慧、AI等用途的先进逻辑晶片。 该公司董事长正在承担一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,在日本从零开始创建一家,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半导体制造商,并在四年内完成先进工厂建设。 今年四月,Rapidus总裁小池淳毅宣布,将在北海道千岁市兴建该公司首座2奈米工厂。 该座千岁工厂将兴建两栋以上的厂房,除了2奈米之外,还将兴建1奈米晶圆代工厂。 在技术来源方面,Rapidus曾在去年12月和IBM达成战略性伙伴关系,双方将携手推动基于IBM突破性的2奈米制程技术的研发,而该2奈米技术将导入于此次决定兴建的北海道千岁工厂内。 据日本经济新闻5月中旬报道,Rapidus已完成一台EUV曝光机台设备的筹备,预估2030年代Rapidus营收将打1兆日元。 Rapidus总裁小池淳毅在表示,他们已经引入了人工智慧、AI和自动化技术,并且有大约500名工程师。 通常,大规模生产最先进的半导体需要大约1000名工程师,而小池淳毅强调,借助自动化等技术,仅需约一半的人力就可以应对。 在谈到与台积电的竞争时,小池淳毅表示,在下一代晶片上,Rapidus与台积电是竞争对手。 不过,相对于涉及所有领域的台积电,Rapidus会专注在AI、超级电脑用晶片等用途,因此竞争应该不会那么大。 围绕半导体产业,1980年代后半期,日本企业曾掌握全球市场份额的五成,席卷全球市场。 不过,之后,由于失去竞争力而接连撤退。 最近数年来,由于供应链的分裂,半导体采购变得困难的风险也在加大,各国正在积极加强本国等的生产。 日本政府提出目标称,到2030年,将本国国内半导体相关营业收入提高至目前三倍的15兆日元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。